那么咱们今天来说 咱们就做普通的啊 RO就得了啊 只读 然后呢 这边 呃 我是不是还有一个 是R2来着 对吧 我也共享这个网站吧 然后呢 24位的是吧 啊 那你就 呃 RW吧 S1NC 是吧 行了 就大概做这么个东西 把这俩磁盘就共享出去了 共享出去以后之后呢 重启一下啊 重启一下咱们这NFS服务啊 重启一下啊 那么 哦对 好像有个事啊 刚才咱们防火墙配完了咱们redo的了吗 别是没redo的啊 刚才 光讲的精彩 好像没有redo的 不管怎么说咱们redo的一下 然后咱们看一下防火墙 嗯 看啊 Monti的NFS RPC办的 端口我也开了一堆啊 实际上你 你做的时候 你就把这三服务 一加 然后呢 开3000的TCP和UDP就行了啊 好 服务咱们也重启了 那咱们看看能不能访问啊 怎么怎么看这个NFS 你能不能访问啊 呃 咱们是通过什么呢 呃 show mount啊 咱们是通过这show mount show mount啊 杠一 杠一 192.168.100.1 来 我们用show mount杠一 后部加ip 就可以看这个主机 有没有共享出来一块NFS啊 show mount 那么你看呢 他列出来 现在说这哥们啊 共享出来两块 哪两块 这两块啊 一个叫share1 一个叫share2 啊 这两个他共享了 然后你在这个机上列测一下 show mount 杠一 有点原来吧 100.1 好 你看 看着了 看什么呀 太看着了 一般来说 你首先NFS 你要先做一个测试 你看着能看着这东西 你再挂啊 挂的时候怎么挂啊 这么挂 mount 是吧 啊 呃 你首先现在建个挂点啊 MKDR 比如我们建的MT下 叫什么呢 叫 NFS1吧 啊 再建个NFS2 啊 挂的时候怎么挂 这么挂 mount D 呃 mount 首先远程的IP啊 1.168.100.1 是吧 冒号啊 下的 这种写法 咱们以前在CSA就讲过啊 就是说 呃 IP 后边加冒号 后边再加那个 那个机器下的这个路径啊 咱们一般用这种 表示远程的一个文件夹 是吧 咱们再讲那个 词盘那张啊 什么FS table 咱们就讲过这种写法 IP冒号加目录啊 表示是 IP冒号 然后加那边的那个目录 表示的是远程的那个机器上的这个目录啊 那么把这个词盘远程计算机上这个文件夹挂在哪呢 呃 就是NFS最简单的使用方法啊 就是在网络里 其实咱们好多用NFS都这么用 就远程磁盘共享 你网络里找一个计算机 找一个存储 做存储也好 你把那些重要的文件啊 什么的 你把你考在那里上 把它用NFS共享出来 然后别的计算机呢 Linux UNIX的都支持NFS 都是通过这种服务 直接把它弄过来啊 柳同学老师 那你这个这个就只能读呗 是吧 能读啊 你看 Fear MNT下的 NFS1 是吧 下的这个Fear1 是吧 我拷贝到哪 拷贝到当前目录 是吧 你看 Fear1出来了 这不这儿呢吗 是吧 这就可以实现这个远程 就自盘的共享了 这是最简单的实验 接下来咱们讲讲复杂的实验 复杂的实验什么意思 复杂的实验就是自动挂载了 怎么做自动挂载啊 EDC下的FS table 咱们都知道 那手动挂载一重启就没了 挂载怎么做啊 咱们要讲两种 第一种讲这个 怎么写呢 192 168.1 100.1 下的 是吧 事儿一 目录挂在哪 把谁 你如果这FS table 这文件忘了怎么回事 翻CSA看去 咱们磁盘管理那张讲了 那张讲挺多的 NFS MNT下的 NFSE 把谁挂到哪 用什么格式呢 NFS磁盘格式就叫NFS Default 用默认的挂载值 这个不知道什么意思 也是回去翻那个 那里边咱们这个讲的挺多的 0 这边是什么呢 开机不检测 那也就没有检测顺序了 是吧 好 Amount 是吧 MNT下的NFS 你再看 这就没东西了 是吧 我们用Mount杠A 可以测试你FS table 写的对不对 是吧 OK 写的没问题 这是第一种 这种自动挂载的方法 那么今儿呢 咱们对这FS table 咱们再多讲点 多讲点什么呢 多讲点叫自动挂载 什么叫自动挂载啊 它要依靠一个这个服务 叫什么呢 叫auto.fs 这个服务啊 咱们默认这个系统里没有装 这个服务在红帽6的系统是默认装的 咱们机啊 还得装一下 auto.fs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你看 我如果是开机自动挂载 那么如果是这个开机自动挂载 开机自动挂载咱们前面用的也挺多 是吧 好吗 好 好在什么地儿 开机它自动能挂 是吧 有缺点吗 有 什么缺点 缺点就是开机自动挂上了 它就占内存 占资源 对吗 那你这个机器系统上 NMNTNFS1 这玩意儿 说句实话 咱们还跟别的东西不一样 你比如说咱们是一块磁盘 那或者swap 那你希望它可能一直在那挂着 对吧 你像这个东西 咱们希望什么呢 我们最好希望是 呃 我运这个时候 嗯 你就给我挂上 我不用了呢 我不用了 你最好给我卸下去 而且你最好自动给我卸下去 是吧 这是最智能的啊 那么这个能实现吗 能实现 用的是什么服务呢 就是咱们的autofs 就是这个autofs 啊 这么一个服务啊 这服务抓上了 为什么没有启动 啊 给我说一下啊 这服务是什么意思 它就能实现这功能 什么功能啊 我用的时候 它就送给我挂上 我不用的时候 它过一段时间 而且这时间你可以设啊 动给我挂下去 啊 自动的啊 那怎么实现呢 这么实现 这个文件 呃 这个服务依靠于两个文件 一体C下的啊 叫auto. 注意啊 auto. 什么呢 呃 一个叫auto. master 这个auto.master 是这个autofs的主配置文件啊 然后呢 你一会儿还得写一个 子配置文件 就是说 这个一般我们要去自动挂载什么服务啊 一般要靠两个文件 一个是auto.master 这是主文件 然后呢 一会儿你还要写一个子文件 子文件什么意思啊 你自动挂载的每一个设备 都要写一个子文件 它是这意思啊 主文件是所有设备的 呃 都写在主文件里 然后你每写一个 要自动挂载 比如说我要挂载这个 SAR2那个目录 是吧 我就写一个子文件 比如说我要让自动挂载光需 我就再写一个子文件啊 它是这个意思啊 那么 auto.master 我们看看这个文件啊 这个文件里 其实你看 它已经有了 自动挂载光需 实际上你去看 这个 呃 根下的MISC 这个目录 其实就是它自动挂载光需的 你看ETC下的MISC 你去看 它表示 并没有 并没有那个 为什么 你这服务没写 autos 我们看一下 跟下的MISC 你看 这是不是显示里边没东西啊 总量是零嘛 对吧 但是你要CD一下 MISC 看一下 还是没东西吧 CD 你说不对啊 刚才我看见MISC 怎么没东西 总的单身 你怎么能CD 一个叫CD的东西啊 你看一眼 这是谁啊 这不就是咱那光盘吗 啊 你看看MNT下的CD room 这隔带是不是一样啊 MNT CD room 是不是也这么多啊 CD的这个CD 是不是也这么多啊 啊 你看看PT的路径 是不是在MISC下的CD 啊 很神奇吧 你原来你看这底盖你没东西 然后呢 你突然进去了以后 你还能进去一个叫CD的地方 这是什么 这就是自动挂载啊 原来默认的时候是没有挂载的任何设备 在这个MISC底下的 然后呢 你进去一使用这个设备 它自动就把光盘给你挂上了 啊 这个就是自动挂载 它是写在EDC下 这个 auto.master 这个文件里边的啊 什么意思呢 他说了 我呀 要在MISC这个地儿啊 做一个自动挂载点 挂什么东西 怎么挂 看谁呢 看EDC下的auto.misc 这文件 这就是我说那紫的啊 每一个那个自动挂载的设备 都要有一个紫的程序 其实这主的这master文件里边 都写一行 每个设备就写一行 就是说 你要在哪个地儿挂什么东西 参考一个文件啊 那 咱们先把光区这个看了啊 你这样有利于咱们这个写自己的 光区这写什么的呢 哎 我那个自动挂载那地儿叫CD 这名字叫CD 什么意思呢 我要自动挂载ISO9600 这不是光盘的镜像吗 以足度的方式啊 然后呢 把第一微信的CD room 这个设备挂上啊 猫号前没东西表示默认是本地 就是本地的 本地的第一微信的CD room 挂在哪啊 挂在CD 这个底下 所以你CD CD 那个CD CD的是这个CD啊 听这个东西都挺绕嘴的啊 咱们做一个 咱们做一个 我还是那句话 就是这说不是靠背理论背出来的 是靠做时间做出来的 还是咱们学这么这么这么恶心吧 插又枯燥又没没没意思的东西干嘛 不就为了干活挣钱吗 是吧 咱们做一个 做一个 做一个这个什么呢 你就照着这来吧 比如说你想做一个叫什么呢 你是不是想以后 把那东西挂在哪啊 挂在MNT下的NFS2下 是不是 你是想把它挂在MNT下的NFS2下 对吧 那然后呢 哎呀 少一个 二下 你让他参考哪个文件啊 ETC下的 auto. 你这个文件名可以随便写 NFS2 但是注意啊 你一会写那子配置文件 一定就得交这名字啊 可别写错了 然后呢 你可以在后边再添加一个什么呢 杠杠 time 哎呦 哎呦 out timeout的时间 啊 时间呢 呃 生产一线 你说要写大点 比如写个60秒 它是以秒为单位啊 咱们今天测试 那写个五秒 为什么 这等不了太久 等时间太长 不利于咱们这个课程啊 就是什么意思啊 如果你想把某一个设备挂在这个挂载点的话 参考这个文件 参考这个文件 那么呃 能实现自动挂载 挂载 如果你不用这设备五秒钟之后 自动卸载啊 自动卸载 timeout等于五 等于五啊 表示五秒 自动卸载啊 那你是不是就得编辑这个文件啊 这文件你不会写怎么办 你可以把这个ETC下的这个 auto.msa 帮你 咱们拿着当模板吧 呃 模板考到ETC下的auto.tr 注意啊 跟里边的文件名字必须一门一样 auto.nfs2 啊 一样 然后你呢 编辑这文件 编辑这文件怎么写啊 人家那写的是进cd吗 那你就写进nfs2吧 人家文件类型是ISO9600 那你这个 对吧 你就写什么呢 那你你那边 你的选项应该是叫 你是nfs的 对吧 其实你要是不会写 在底边有一些 你看他给你写了一些 呃 类型啊 什么这些啊 咱们都比较过时了 nfs nfs的文件类型 然后呢 呃 那边是指 可读轨写的 对吧 啊 然后还有什么sync什么这东西啊 你就写吧 当然要注意的是 这两本写的一样 才能实现这个 如果您这写RO啊 那边就算写了 RW也写不进去啊 呃 今天开始明确的概念 就是离那个字下的权限 是叠加的啊 呃 举最小权限 啊 举最小权限 就是说 你想让那边能读能写 那你这边就也得写 能读能写啊 然后呢 这些东西都得写上啊 否则你要这写RO啊 他最后他判断能不能写 他取最小权限啊 还得看防火墙能不能让他写 Sni那个词让不让他写 是吧 Sed那个咱们不讲 还有布尔直 云民云写什么 最后都允许了 他能写进去啊 他能写进去 但是还得看他本地磁盘 那个有没有这权限啊 有没有这权限啊 呃 那好 接着往后写 你你也是要把谁挂上来的呢 不是那边的 192.168.100.1 那个机器的谁啊 Shyr2吧 是吧啊 好了 就这么写 Restud一下咱们的AutoFS啊 重体一下这服务啊 重体一下这服务 重体完之后你先看一下 MNT的NFS2啊 NFS2 没东西吧 CD 进去啊 RL看一下 还是没东西吧 CD NFS2 出来了啊 ABCD 这不是Shyr2那些东西吗 是吧 这就出来了 这就出来了 然后呢 这大家都明白怎么过来 需要强调一点的是 你看啊 现在他路径挂在哪呢 挂在MNT的NFS2下的NFS2啊 有同学可能会问 双导师 你这儿 这个名字不好 你不是想挂在MNT的NFS2下吗 说你能不能改良改良 你比如说你在写这个 嗯 Auto.Master的时候 你把这个地儿 你不会写挂在MNT上吗 是吧 你这样不就 MNT之后 直接CDNFS2就行了吗 我告诉你还真不行 你这儿还必须得用这种 这种名字 因为这个挂载有一个要求 什么要求呢 你如果挂载点设为他的话 你挂在他上 跟他评级的别的东西都没了 这个怎么理解啊 怎么理解 比如说我CD点哪出地层啊 嗯 CD哪呢 MNT R 你看 我现在MNT这挂的点 是不是挂的CD入末 什么HGFS NFS1 NFR 这么多东西啊 嗯 如果我要是把某个设备挂在MNT下 那他评级往下的这些东西就都没了 这个怎么演示啊 这个咱们先等会演示 我先退出这个资源啊 为什么 我是为了让你先把这个自动卸载看完 你看已经没了 已经过去5秒了 是不是已经自动卸载了啊 这就成功了 什么意思呢 我刚才说的意思 这意思 比如说我要mount mount谁啊 比如说我要把DV下的CD room 我挂在这个MNT下 啊 挂上了吧 你再看MNT 看见没有 只有这光盘了 跟他平级内心的东西就没了啊 所以我挂的时候还真不能这么挂 好的 真的 你看我把它卸了 这不就回来了啊 你挂载的时候注意这个挂载点啊 你最好是往下挂 不要往上挂啊 这句话你要听懂了 我刚才说那堆你就明白了 往下挂 不要往上挂啊 目睹多两层爬什么的 但是你别把下边的给平级的给覆盖了 是吧 这是比较讨厌的 所以说你写这文件 你一会你可以试试啊 你可以试试 你按照你那想法是吧 ETC下载 其实我每次讲的这课 有聪明的同学啊 都会想到这个问题 说老师你这个目睹 能不能是写上下问题的 你可以试试 你可以试试 挂完了底下那别的东西就没了啊 这是咱们讲自动卸载啊 嗯 嗯 还有一块要说的是什么呢 咱们这不是挂上了吗 挂上了之后 咱们还得演示一下写操作啊 进到这个MNT下的NFS2下 是吧 CDNFS2 刚才咱们不是写 它是RW吗 是吧 能写吗 那你写一下 它是比如说你 它是个111 是吧 你看 它给你这全线不够 有时候怎么全线不够啊 啊 注意啊 这就刚才我说的 你CNFS下 你对某一个设备 能不能读 能不能写 它取决于多方面因素啊 为什么全线不够啊 你这个服务本身是允许的 说能RW是吧 还SYNC呢 是吧 但是你要看一下这边 这边你看什么呀 我们说默认一个文件夹 默认一个文件夹 见出来 它的全线应该默认什么 755 对吧 啊 那我们也说了 SYC 呃 就是这个 这个咱们这个NFS服务 是吧 远程默认 如果什么都没设 它过来是什么身份 默认是Nobody 默认是Nobody的身份 那你 不管什么身份 Nobody什么过来 它属于什么呢 它这个文件夹 你看这文件夹 数主数入的 数主数入的 那你这玩意 你Nobody对它什么身份 得看这个权限 这个权限里没有写权限 所以你对这文件底下 这些文件夹底下 你就不能写 是这个本地的这个 这个本地的文件权限 把它限制住啊 所以这是咱们说的 Linux之下 你要想让它干点什么事 挺费劲的 为什么呢 它的安全 Linux的安全体现高 说高在哪 就是高在这个层层的监管机制 你服务允许的都不行 防务墙允许的还不行 你还要再看本地的这个 这个权限啊 那你说这怎么办 给你来一个啊 呃 其实按说应该生产一线用哪个啊 呃 应该用这个 我个人推荐用这个 就是你把远程的用户影射成某一个用户 然后呢 给这个用户做SETFACL 啊 这个用户可以对这个文件夹可读可写啊 呃 咱就别弄那么麻烦了 咱咱图个省事的吧 称之帽的 咱们用我说的最不不推荐大家用的 777啊 share 我是实在不想那么再折腾一圈了啊 share 这样的话你肯定就有这权限了吧 那你到这边你赛 touch 111 你看 touch上了啊 你看这边有没有 有111的吧 你看他是什么身份 NFS Nobody 就是这个秘名身份过来的啊 按说你应该是怎么的呢 要么你做SETFACL 把这个用户对这个文件夹权限设高一点啊 不要用洗洗洗啊 我是为了让你看这个 为了让你看这个啊 你看到了吧 他过来是这个身份 现在这文件啊 包括删可以吗 没问题啊 可以删 这是咱们讲啊 这个NFS 这个远程的这种 咱们一般应该叫他是这个网络四盘 这是咱们最早对网络四盘讲的第一个概念啊 后边咱们CE可能还要讲SGAS啊 你现在有什么概念 我们怎么去通过一个远程计算机上 共享出来一块磁盘 让别的计算机能挂他 能吊他 能用他啊 能读他 能写他啊 这些东西啊 我要求最后客户再做一个实验 就是你最好再用这个方法来做一下 用这个方法 这个是比较推荐的方法啊 好 那么这就是咱们讲的NFS啊 这一章啊 这一章